发放现场其实工作分配上是一视同仁 志工角色互相补位 像是医师也来做苦力般茅坦 他们打趣说一诊是用脑 发放是用力 今天不用脑 用体力 前天的大雨让今天的天空好蓝 地震后的尘土飞扬没了 发放的准备工作于是展开 中间在哪里 中间在固定 一群人好不容易搭起了帐篷 但等等 中文字要在前面 要靠吗 要靠吗 没有没有 还要过去 还要过来过来 你这样走 再走 大伙180度大转弯 再搬一次 要成就一场发放人力吃紧 所以打破原本的任务分配 今天一整暂停一次 医疗团全员参与 一百多人的人龙列队传递 一箱又一箱的毛毯 但近十公斤重 快速搬运下手一划就 没有拿好所以给它掉下去了 有点吃力 对啊 对 没有关系 这个也是一种断念 为了在这边的乡亲 这个是值得的 但这个是用体力 一直是要用脑力 不一样吗 不一样 今天医疗团就是体力 完全全身 今天我们就完全 我们就一起来参加发放 但发放可不光只有体力工作 很好来 你这边两下 右边两下 虽然比得不是很好 不过心力到了就好 医师们台下恶不手语 接下来就要正式上台了 家底已经长了好多月 领取物资民众进场第一眼 看到的就是这幸福的脸 这也是正在医疗团 希望献给这群受灾民众的 大爱新闻 吴志宜 梁家明 尼泊尔报道